失智症是高齡社會面臨的一大挑戰 除了遺存因素 科學家發現失智症其實可以預防 或是減緩病程 權威的醫學組織刺隔針委員會 發現十四項罹患失智症的風險因子 專家建議盡早治療 聽力視力問題和降低膽固醇指數 另外減少攝取加工紅肉 都有助降低失智的風險 難以抵擋火腿 香腸和熱狗的誘惑嗎 如果老年想減少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最好能控制這些加工肉品的攝取量 根據CNN引述一項初步研究報告顯示 比起一個月只吃三份加工肉品的人 每天多攝取約31克的加工紅肉 罹患失智症的風險就多出14% 相對的每天改吃一份堅果和豆類 失智症風險則降為20% 加工肉品含有很多的添加物 飽和脂肪 鈉和硝酸鹽的含量相對較高 已經有研究顯示 過量攝取提高磷癌 二型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和中風的風險 哈佛大學醫學院專家威勒特指出 這項研究還需要更深入的探究 分析加工肉品的哪些成分會驅動失智的病程 不過要避免失智症發生 控制飲食絕對是關鍵的步驟 高齡社會來臨 一項新數字顯示 2050年全球失智人口將達到1.53億 失智並非單純的老化現象 而是腦細胞退化死亡 引起大腦皮質受損 進而影響認知功能 出版權威醫學期刊刺割針的組織 近期發現有14項可能罹患失智的風險 因子 而10項和中年族群關係密切 其中體力受損和高膽固醇若能獲得控制 就能降低7%的罹患風險 與老年族群有關聯的風險因素中 社交孤立若能改善 就能減少5%的罹患風險 專家提醒 保持身體健康的行動永遠不嫌晚 從中年開始改變飲食習慣 適度運動 定期健康檢查 控制血糖血壓和血脂 維持健康生活的形態 延緩或避免失智報到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 再次發展回來了 真正前輩 記者 李宗宗